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在和你们的首长谈队平经敌人策法 我没事 赶紧过来看看你 莫局长也来了 他们怎么告诉我说你不舒服了 没事 我怀孕了 太好了 快坐这儿 内金人呢 她的纵队啊 五天前就已经入关了 在河北季县呢 她知道她快当爸爸了吗 我也是才知道呀 赶紧告诉她呀 你还不知道她这个人啊 粗心鬼一个 就这样吧 我能理解她 什么叫就这样啊 就这样是哪样啊 反正 她给了我这个孩子 我挺感谢她的 这话不对啊 她给你这孩子 她是孩子的父亲 这又不是恩赐 是施舍啊 感情这种事情 谁能说得清啊 你也不能要求她 把什么都给你呀 这样挺好 就那么一次 真的 无论如何 赶紧告诉丽星这个好消息 她已经是当爸爸的人了 得有责任心 我还没想好呢 这有什么可想好的 派人去送个信 这不就行了吗 亲家 亲家 自从上次 在延安大街上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她这辈子最爱的人 还是你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明明知道 我和她是不可能的 林娥 我刚跟你们 部门首长谈过了啊 我得收回你了 怎么了这是 别老大夫小叫的 进了门了 别跟我摆首长的架子啊 不是 你这个老子 我刚跟林娥的 部门首长谈过了 我 林娥大怀孕了 好事啊 要天丁了 也就是说呀 咱军委情报局 放出去一个 收回了俩 来来来 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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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我大 我俩家 出啊 怎么没出了 来呀来呀 出来出来 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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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酒 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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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走啊 你是不是脱牌了 司令员 司令员 东野发来转店 您 是您的私人电报 电报著名由您专收 搞什么名字啊 李青统团 由弟妹处得心 你就要为人父了 慎喜慎可 我和你嫂子提前约定 此营既为你们的亲子 又为我们的甘亲 顺致战斗的敬礼 哎 哎 哎 走 我有孩子了 默巴 啊 是 我永遠 啊 大的你人 啊 停喝 停喝 这学校里全都找遍了 都没有 这同学家也都去问了 都说不知道 你说这么一个大姑娘家 她能去哪儿停喝 二十二岁的大姑娘 你能拴住她 当年丽华这个年龄 都跟老董好上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从来没听说 她跟哪个男同学好 前天她还好 费明 你知不知道 你小姨去哪了 她不是在戏剧学院吗 我不知道 不是 我是说她前天回来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 什么也没说 你干嘛去 你没见我穿着新衣服吗 我们同学过生日 去参加派对 派对 Yes 停喝 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急死了 又起急又起急 我能不急吗我 想想广州闹革命那会儿 两天之内三个儿女都飞走了 又能怎么样 翅膀硬了 你能不让人家飞 哥 哥他是秋秋 秋秋他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 我跟你说 潮流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 人老了 就应该存住点儿气 嫩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坐云间隐合 坐室外散间 那是何等的自在啊 好 你自在 你不管是不是 我去找丽华 我给他打电话 我看他管不管 你吓我一跳 带来了吗 够吗 我可是从我妈那儿偷来的 也许吧 七个人哪 你知道吗 我们要过多少关卡 每一道关卡 都要靠这些钱去买那些当兵的 那我先回去了 外婆正在四处找你 我妈最讨厌了 她跑到学校去找我 万一被那些三星团的人知道了 闹到警察署去 到那个时候 她会回来都来不及 那你晚上住哪儿啊 来 看见没 就那小楼上面 一个老太太家 明天呀 苏北军区就会来叫东野来接我们了 这事我可谁都没说 这就对了 来 非明 让小姨好好抱抱你 你要听话啊 小姨到了解放区 会给你写信的 你要继续保密 知道吗 嗯 那我先走了 嗯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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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去了 我侄儿来给我送点盘缠 到了我这儿就是到了组织 到组织这儿就得有纪律约束 我没批准 你是不能出去的 太危险了知道吗 奶奶奶奶 你看这些够不够啊 咱们七个同学呢 三个是演话剧的 有两个是搞舞美的 还有一个是作曲的 我们演员是会演戏的 可是作曲的和搞舞美的 他们哪会演戏啊 这要是过关卡的时候 他们把钥匙给暴露了 那是要用钱的 哼想的还挺稀 雅涛 嗯 你这是哪儿来的 嗯 我我姐的呀 你姐的 嗯 她叫什么 杨丽华 我的天哪 丽华是你姐姐 是啊 您认识她 刚才送你的事叫飞鸣吗 是啊 你也认识她呀 妈 丫头 我是飞鸣的 亲奶奶 你画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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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丫头 奶奶 转来转去 你又转到我们老去下来了 你又转到我们老去下来了 飞鸣 飞鸣 你去哪儿了 我同学今天过生日 我跟外婆说了 根本就不对 我打听过了 你根本没有同学过生日 那我就不能出去玩一玩吗 非得等着过生日才能出去啊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首饰 是 飞鸣 是小姨让你这么做的吗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从来不撒谎的 飞鸣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妈 你能不能别这么逼我 你忍心伤你外婆的心吗 你忍心我们这个家被拆散吗 你忍心我们这个家被拆散吗 外婆 我能跟您一个人说吗 好 来 来 外婆 小姨她不让我说 这可怎么是好啊 李华 这孩子可真的是要走 李华 你可一定要帮我拦住你妹妹 一定得拦住她 绝不能让她走啊 飞鸣 你给我说清楚 你小姨现在在哪 你快说呀 飞鸣 你快跟你妈说吧 啊 可不是吗 你历清哥哥头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 比你现在也大不了几岁 一晃多少年了 又来了李卿的妹妹 你们兄妹俩都往一条路上走啊 难怪我们都老了 这将来啊 是你们年轻人的 奶奶 您看过苏北军区的文艺演出吗 别叫我奶奶 喊乱了 你去妈妈一直就没离开过上海 上哪看去 听倒是听说过 那边的演出水平啊 一点也不比上海差 真的啊 演了多少大戏啊 谁啊 我找杨丽丘 打点ų 立华 进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李秋是你的妹妹 姐 你就别费劲了 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轮不着你说话 你们姐妹俩没谈好 是的 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什么叫偷啊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参加革命去 可你还有学业 我现在的学业是摆脱黑暗 投奔光明 曲妈妈 我那时候在广州也是这副样子 你这个妹妹啊 活脱脱就像你广州 革命时候一样 你说你们姐俩怎么这么像 我像她 那我宁可去跳黄埔江 他们这辈人 还真比不了当年的我们 他在学院 连袜子都要带回家让她妈妈洗呢 我看不出 这就是你不许我革命的理由吗 好了 舅舅 先别说了 你身上里边去 我和你姐姐单独谈谈 去吧 立华 你如果不同意 我是不会送她走的 你不知道 我那继母要死要活的像丢了魂一样 我不能不管 你坐 你坐 我理解 不过 你能从我身边把她领走 可你能拦住她的心吗 如果她不通过我们地下组织 安全转送 她自己私窗检方区 那就太危险了 她真的很像你啊 像当年的你 立卿头一次到我们家来 还没她这么泼辣呢 你有立卿的消息吗 立卿随着 东北大军已经进入平津了 哦 灵儿要生孩子了 留在了沈阳 他们俩要有孩子了 是啊 你的费名 就要有弟弟妹妹了 刚刚 就是你的孙子 把我领到这儿来的 所以啊 我要把李秋 当作自己的儿女对待 立华 你要信得过我 就听我老太太一句 让秋秋去吧 随着解放大军日益临近 他做依学生的身份 越来越危险 我们的党也是出于 对这批文化人的爱务 所以有组织 有计划地 叫他们送到解放区 那边天地广阔 也适合发挥年轻人的才能 我知道你很难 以你这样的身份 做这样的决定 我说的 这是我老太太个人的意见 可是这一路上 军队会设很多关卡 是不是太危险了 你要是只担心这个 那你可以放心 我们有内线关系 也有专人接送 你这个妹妹啊 挺有意思的 还拿了那么多的手势 其实用不着 你带回去吧 路上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已经送过去上千人了 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 让他带上吧 这丫头 什么也没拿 到那边做文公团圆 都是供给制 也不需要什么 至少这个 你要拿回去 当年你去苏联 劝送你的 留个念想吧 难去无留了 难去无留了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儿子 他不会表达 他只会工作 那年他拖着个受伤的腿 要到码头去送你 我拦住了他 对他说 你真的想要他 做你的媳妇吗 他点点头 我又问 那你们俩能说得开吗 他摇摇头 我说你真是个 杖霸主台呀 只照得见别人 照不见自己 我就拿出了 这对耳椎 我交给他说 你要是自己不会说 你就对他说 这是我妈妈送你的 你这么一说 哪个姑娘都听懂吗 你说是不是 李华 你明白我当年的意思吗 这就好 你能把他留到现在 也算是有情有义了 何况你还把他的儿子 养到这么大了 李华 这就是我们两家的情分啊 不管到什么时候 不管天凡地府 这情意 是吴家的 君妈妈 别再说了 秋秋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真的想好了吗 告诉妈妈 我不后悔 对不起 姐 起来 求求你 起来 别哭了 别哭了 秋秋 你去吧 我来的时候 就没打算能把你带走 咱们家的兄妹都一个准心 当初我也这么劝过李卿 姐 姐 姐 我给你住 我来说 你女儿的将来的驾驶观 定不是有故不便 特别很痛 你 只大一四 你 你过去 对 你过去 你 老爷子 新年好啊 你吓了我一跳 老董 你来得好啊 你不是在南京开会吗 不知道阳老先生 想听听哪方面的消息 许邦怎么样了 也就是这一两天了吧 独一鸣被困在了陈关庄 最后的十七万人 怕也是保不住了 你说这仗是怎么打的呀 国民党八十万人 让共产党六十万人 打得犀利化了 北平为在旦夕 他副作业还能撑几天 暂且不谈这个 今天有重要广播 杨先生不想听听 什么重要广播 老蒋就要宣布下野了 把权力移交给了李宗仁将军 也就是玩玩而已 他老蒋 早年玩这种大戏还少吗 甭管是真是假 咱们听听 听听 哈哈哈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 或是美国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一听 就是毛人之的文章啊 现在 摆在中国人民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 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你每天都听延安广播 偏听责案 兼听责命啊 听到毛人之的文章 那可是仰耳啊 这才是真正的 凶财大略啊 一个农夫 在冬天 看见一条蛇冻僵着 他很可怜他 听听人家的文章 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总是那样的深入浅出啊 那蛇受了暖气 就苏醒了 我看中国的白话文 等到回复了他的心 毛泽东属敌一戒儿啊 便把他的暗气指 是白话文写得好 这帐 使他受了致命的伤 也打得出神入化 农夫临死的时候说 我联系恶人 应该受到 这个恶报 他在说谁呢 谁是蛇样的恶人呢 这还用说吗 这国共两家的恩恩怨怨 可以追溯到二十二年前 老蒋这时候想和谈 人家不干了 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老爷 小天是绝立顿 大天是绝兴亡啊 看来现在啊 是到了绝兴亡的时候了 你们胜得了吗 要从北伐那时候算起 老天爷整整给了我们 二十二年的执政时光 说实话我们没有用好它 只能怨谁呢 秦人不想要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他会变成 他不见了 在未经议 你多得到 你最后人哀悟 人哀悟 人哀悟 你很不知 人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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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外滩到十六铺码头全都戒严了 整整两个小时被堵在路上 任何人都不让通过 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徐本会战终于我们的惨犯而告终 这才几天 东北共军只用了二十九小时 就打下了天津 台山倒海之势 傅作义只能拱手让出北平 整个长江一北全完了 据说 老江已有放弃大陆 经营台湾的构想 上海这边也该做些打算了 真到了这一步 李人没跟你说 李人在上海 怎么 也没有打过电话 你还不知道 他没有回来过 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他们那点事 连戴总统都不知道 他们只听老蒋一个人的 国家到了这个份上 完全是亡国之星 江山代要才人出 五百年必有亡者兴 刘华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将来 考虑什么 我记得你早就跟我说过 咱俩都是公众人物 早就在一条船上 除了风雨同舟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老蒋要派我去守湖南 那可是你的老家 你就没有考虑过 和我一块去吗 你要去湖南了 对 我的军众班底都在那 他们只听我的 这么多年一来 你还是头一回 让我去你的领地 时局不同了 又今天没有明天的 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后路 什么后路 长江防线这么漫长 整个江防形同虚设 那些人还梦想着化江为界 想重温南北朝的美梦 殊不知 国君主力已经在江北 丧失殆尽了 整个江南 只剩下那些 徒有虚名的杂牌余用 像徐报那样的恶仗应战 不会再有了 也就是催苦拉小 做鸟受散而已 连你这样的一方诸侯 都出自沮丧之语 那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所以说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后路 你的官生不错 与孙夫人的关系又十分和谐 这非常重要 共产党正在网络各方民主人士 据说 你是他们早看中的对象 新政权 急需像你这样的人呢 是啊 是有些有人给我传过话 不过我杨丽华 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啊 要不是当初我以国民党的身份去俄国 我早就已经是共产党了 我会嫁给齐恩的 你都忘了 是你生生把我从那个边缘上拉过来的 拉过来没错 拉过去也没错嘛 是不是 我看你 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先去湖南 等那边有些眉目了 我再派人过来接你 你把老爷子和孩子都带上 湖南是他的老家 夜落归根的是 他会乐意的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你不是要学副作义吧 那有什么呢 我倒觉得副作义倒是很仗义的 如果他坚持要打 北平这座千年古城 早就毁于战祸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有一笔款子存在老关系那儿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取出来 运往常上 这年头是无钱不拒兵了 李华 你也早些做好准备 等我的电报 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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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ch 拿来 拿来 立华 老董走了 是不是 不回来了 他有他的自由 你什么时候 看见我约束他了 也是 你看你们俩 这么多年 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样 我们俩 就像电车上的 一对乘客 一对乘客 继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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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 思念的烛光 点燃了星空 银红的株泪 坤落在历史面旁 我要飞 我要飞 想自由 想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我要飞 我要飞 想自由 想光明的天空飞翔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 为祖国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 为祖国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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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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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